民視結束 那疫情呢第五波不用說啦 就是 由四位數字一路爆爆爆 到了現在基本上 好像每天就是生了六合彩 究竟去不去到第六個號碼? 哈哈哈哈哈哈 是吧? 究竟是中四個號碼還是中五個號碼 還是中六個號碼呢? 是吧? 即是 兩萬單 三萬單 是吧? 快速測試的 又說是中招了 這樣 那 究竟是 這個疫情第五波 什麼時候結束呢? 有些專家又說 三月中就結束了 有些專家又說 不要這麼老定住 那 始終都要看完 就是四月的 無論是什麼情況也好 又無論你有沒有打針也好 在一個兒童的染疫狀況 我覺得 真的很需要去注意 真的很需要注意 因為 其實之前 我本人 也拍了一條影片 去跟大家 真是很詳細分析過 究竟這個 疫苗 兒童 三歲至五歲 打疫苗 我跟大家分析過 也有些什麼是 要注意的 為什麼歐美不打 為什麼香港政府 除了因為迫針 而不斷叫你打 OK 大家可以去那條影片看 另一件事 就是因為大家又再重複看到 這些狀況 就是 有一些兒童 他 染疫之後 是令到一些 有些醫生 專家 他們很擔心 其中一樣出現的擔心 就是 究竟現在 香港正在流行的 這個 Omicron 是不是 就是純粹的 Omicron 還是他已經變了一種 變了另一種 Omicron 也好 Odutron 也好 什麼都好 但是純粹只是因為 他還仍然留有 Omicron的病毒株 就令到現在 我們那個眼界 還仍然以為他是 Omicron 現在的專家 和醫生 最擔心的是這件事 因為有一些專家 他們說 之前 大家看到這個 新冠病毒 或者Omicron 他進去 人的身體裡面的時候 他通常都是 專攻擊一些 你最弱的部分 但是問題就是 今次這個 Omicron 他進去幼酮 令到他死亡的時候 他是相反 而同 其實那個腦部 是每天都發 都是成長 發展 還是一個很強的力度 發展 但是這個 新冠病毒 就是 針對他們的腦 他們的腦 通常感染了之後 就會有抽搐 腦炎 或者腦水腫的狀況 當然 也會有上呼吸感染等等的狀況 所以這個正正就是 那些專家 醫生 或者你看到那個劉宇龍 他所說 他們擔心的事情 所以這個 就是 我自己認為 現在那個 香港幼酮打針 我知道那個比例是很低的 所以 無論你有打針 沒有打針 首先第一 都一定要小心一點 第二 就是 要去 承 要去 承擔那個 那個 中招的後果 就是 打了針 不一定沒事 但是 是 是不是可以 可能 將那個 影響性降到最低 不知道 但是專家說 會 會是 所以 這個 真的 我覺得所有的父母 一定要 去 自己去 詳細 去做一個 資料搜集 還有 要 自己分析 真的要自己分析 這樣 不過最重要的是 說一句 其實還是要小心 是不是 如果你仍然繼續 現在 是 不停帶兒子出去玩的 那 就是催你不像 是不是 但是 相信很少 但是可能 有一些父母 有一些家長 真是 沒辦法 其實可能他們在這些狀況 都是 要 餵兩餐戶口 要養妻育兒 是不是 那 要將他們 可能小朋友 可能托一些 的長輩 或者要 托一些 外面的保母 去照顧的時候 那 都要小心 都要小心